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口中讲文力的外甥女 来头不小的她 已经在娱乐圈的各种媒体 活动中频繁露脸 作品也逐渐变多 年纪轻轻就已经拿下了金马影后 她是1988年出生的马思春 她和周冬宇共同出演讲述闺蜜情感的影片七月与安生 她饰演七月 她和周冬宇在影片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颇有层次的表现 赢得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在今年的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马思春再次提名最佳女主角 1995年开始 马思春就开始出演影视作品 直到2004年 马思春出演苏友鹏指导的电影作品《佐尔》 饰演李宝拉 这一角色让她被很多人熟知 有趣的是 在佐尔中饰演曾经爱过李宝拉张样的欧豪 在现实生活中和马思春在一起了 马思春的新作品包括楼叶导演的《风中》 由朵宇作的云 以及电视剧《将军》在上 清新灵气的她会成为新生代 演员中的代表人物吗 今天 马思春来到了1905电影网 和中国电影报道联合推出的青年偶像《得意观之》 身为偶像《我愿有得有益》的系列节目中 来看看她的得意观是怎样的吧 得意双心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特别难得意双心 就是要当个好人 然后把戏演好 即使特别简单 但是做起来却是一件特别细水长流的事情 你真的能在生活的每件事情上 包括你的胆 人节物 你在剧组里 或者是你自己生活当中 都能够当一个好人吗 其实就是要非常善见仁义 非常的包容 演戏的时候要时时刻刻地投入 不怕苦不怕累 为了演戏奉献出自己很多精神方面的东西 得意双心几个字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真正做上去的话 想持之以恒是挺难的 我希望自己努力 李雪剑的切碑和李明启的演戏状态影响 很深 我就对李雪剑老师特别信有心 当时看到精英解答 加塞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艺术家 多么德高望重 但是他的状态好谦卑 好像并不觉得自己能担待起这么多的赞美 我当时看到以后特别感动 我合作过的前辈里面 我觉得李明启老师 可以说是非常得意双亲的 他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但是他从来不带剧本去现场 很多台词他都能背下来 他的精气神特别旺盛 性格又特别开朗 底气也特别足 永远不知疲倦 尤其是他特别认真 前一天晚上就会把第二天的词准备好 演戏的时候非常投入 其实我跟他拍戏已经过去有四五年了 但是我到现在都会记得他 其实他的一些状态 我觉得对我来说永远都会有用的 你就只要喜欢他 就一定会敬业会投入 其实我觉得能做这个行业挺开心的 我学了好多技能 都是以前可能我自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的 比如说骑马 射击 或者是武术 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 是男孩子或者是很遥远的事情 但是 我现在都尝试了 我会觉得很好玩 你既然要去演一个角色 在这几个月中你就要成为他 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那你就要做好他 投入到其中 你就只要喜欢他 就一定会敬业会投入 好 好 感谢观看